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让网络商机相当的惊人 根据统计 台湾网络购物的规模一年就超过3000亿元 今天台湾真善美就要带您去看一群聪明的经营者 看准这股热潮 透过中小企业数位关怀计划 靠着团结力量大 即使位在偏乡也能开创出更多的新商机 首先来看新北市的这群店家 他们大多是二代创业或者是接班 但他们却懂得利用群聚网站议业结盟 分享彼此资源和创业经验 先来看欧家兄弟的创业故事 他们如何与上一代从冲突慢慢磨合 还赚到了一家相聚的时间 接近中午又是餐馆的战斗时间 看到客人上门负责接待的欧爸总是热情的上前闲话家常 桌间厨房一样忙碌 欧家两兄弟已经在厨房里忙了大半天 这天是非假日又碰上湿湿凉凉的天气 但厨房还是得加快速度 因为这时候客人已经陆续报到 不过仔细瞧瞧这家餐馆何不一样 因为他隐身在新北市新店山区的一栋社区透甜醋里 等于像在我家院子吃饭一样 因为我们是邻居嘛 根本就是当然是觉得很舒适 年轻的都比较吃西餐一类的东西 我妈就是吃中餐一类的东西 牛肉面有名啊 当然好 欧家开了七年的小餐馆 没有华丽装潢 也没有明显招牌 却在新店的老社区里有着一群死忠顾客 东西好吃难吃 骗不了人 全经过老客人的舌尖认证 当初会把住家一二楼改造成 复合式餐馆的这个想法 其实是欧家小弟先开的口 在大陆待了两年 整整两年 在电子产业 那时候就开始思考 我要再来怎么走 所以我就后来一人绝人就觉得要回到台湾 对 那大家可以聚在一起是最好的 那要找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聚在一起 因为哥哥在西滑 那时候想要哥哥在西滑 那妈妈厨艺又很好 好 那我就把这个结合起来 从小就很疼弟弟的欧正孝 当然全力相挺 虽然在五星级饭店待了十几年 但为了一元弟弟 想把全家人聚集起来的梦想 他也决定放下副主厨的头衔 回家帮忙 我将近十年 我会说八年十年 没有在家里吃过年月饭 那时候就是最忙的时候 全部都在外面 帮人家过这样子 那也趁这个时候 大家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在家里能够聚在一起 欧正孝最拿手的就是创意西餐 像是这道海鲜焗烤饭 他坚持食材一定得要新鲜 大致的透抽是直接跟船家拿货 台湾本产的蛤蜊和白虾 都是当天采购 这些坚持其实都是从小耳濡目染 因为妈妈是从小在渔村长大 那又是船长的女儿 所以她对那种海鲜的要求度 相当的严苛 因为我们没有加味 接面要鸡粉 所以我们用那个鸡汤 来给它蒸味 虽然认同妈妈崇尚天然的理念 但开创与保守 也让母子间上演过不少紧张情节 连最基本的放不放鸡粉 怎么调味 也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磨合 之前还是会有点 就是说一些观念上的不一样 跟她有点会有一些口角什么的 因为毕竟外面也坐了这么久了 我想说我在饭店也坐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觉得回来还是到处 她觉得还是不太满意这样子 看来双赢的局面是耐着性子慢慢磨合出来的 就连弟弟欧战义当时抛出开店想法 也不能光说不练 要和大厨哥哥一起工作 他还先去考了厨师证照 从不会拿菜刀到一手能掌控 就到家传牛肉面的火候 欧战义现在已经有二厨的架势 她像怎么修剪这些都是 都有学问 修太多都没有油不行 修太少太油也不行 所以抓这些东西那时候也是 刚开始哥哥不知道 后来是吗 一家四口分工合作 研发料理招呼客人 在自家的小餐馆里实现梦想 令人感动的不只是美味料理 还包括一家人的凝聚力 欧家的美味料理和故事 现在更透过网路传递 更在大大小小的伴手礼比赛中 屡屡获奖 但一家人共同创业 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欧家爸妈 有二代接手 他们多出时间 参与网路行销课程等活动 到外面接触新的知识与观念 减少二代之间的沟通冲突 更能接受儿子提出的创新想法 最重要就是我的孙子 我的孙子不用当钥匙儿 他回来下课就可以看到他 吃饭也没有问题 这一点像我老大自己就有感觉 他说他赚比较多 新店山区的欧家 因为第二代的返家创业 赚到了一家相聚的美好时光 这位七年级的高饼师傅 则因为接班 绑自家的老品牌创造了新生机 红芯它的水分比较多 那我们在烘焙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 因为这个地瓜还要经过烤 那我们在烘焙的过程中 我们要把它的水分逼出来 他是周刚义 年纪轻轻 是个七年级生 对食材的挑选 却有满肚子的心得 他做高饼的功夫更不含糊 因为它这个头跟尾 它的就太过于结实 那等一下我们在切块的时候 会把头跟尾去掉 这样子地瓜球在吃起来的时候 才不会有那种硬块的感觉 因为周刚义是新店三十年 老子豪高饼店的第二代 从小就在面包店里打滚 以前我都会觉得 好像很不甘愿 别的同学都可以玩 就是我放学回家 我都要帮忙 可能包一下面包 然后收一下盘子 那以前就是告诉自己 打死千万不能做烘焙业 不过现在还是做烘焙业 五年前答应回家接班 年轻的周刚义 却也看到了老店的瓶颈 对于经营 他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他认为老店要创新 第一步就是要投入网路市场 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这想法一抛出 当然引起家庭革命 两代冲突不断 他说你找你那个招牌 就可能比如说上一手 有旧的就沿用 那或者是说你盒子 就找公版的 那你不要卖这个价格嘛 我们卖这个价格也不太习惯 为什么要卖这个比较 他看起来 他认为他因为他没有看到 我们一些 我们附加做了一些 很多其他东西 他认为说你为什么 要卖这么高的价格 因为从小在面包店长大 周刚义也领悟到 传统高比叶的淡旺季太明显 于是他开始研发 不受季节影响的半手礼商品 主打年轻时尚的品牌形象 在产品上 周刚义也融入 更多在地的养生食材 开发了像是乳酪地瓜球 这种强调天然原味 一口一个的随手甜点 我们中间包括很多东西 就是最早在试这一产品的时候 我们包括果酱 包括一些什么颗粒状的东西 后来我们试试这两个味道非常的合 那很少人做这两个东西的集合 那我就觉得说这两个吃起来就是 它的口感非常特别 想要打入网路市场 创意就得源源不绝 这回传统高品化身为各种新奇的口味 有来自苗栗的冰榜新芋头 香气浓郁 质地松软绵Q 主要削皮 切块 自用大火蒸到绵密软烂 加点砂糖 奶油 一颗颗圆滚滚的鲜芋球 吃的是芋头的远汁原味 创意口味很快地 就在网路世界里一炮而红 但业绩从一开始的30万元 年年翻涨 靠的还有网路虚拟 和实体销售相辅相成 我们是利用网路去收单 就是网路只是我们一个媒介 那我们透过很多的展售 很多的 就是不是定点的销售 去透过自己 那网路对我们而言 是一个行销的媒介 跟收单的地方 所以变成说我们是做尸体 去让我们虚拟的营业而增加 主打在地化与创新 周刚毅透过网路一化 创造老店新相机 类似的成功经验 也发生在许多当红的网路店家 他们透过中小企业 数位关怀计划 成立各位台湾社群网 让原先在各自领域 单打独斗的店家 互相连结 整合彼此资源 一起勇闯网路市场 挖掘更大商机 大家都进到这个市场的时候 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我们可以一起议价 我们可以一起进到某个通路 或是开发某个市场 其实它的力量就会非常大 最有不定期的聚会 来自不同领域的八家业者 有实体展售高手 通路行销高手 透过群聚会议 他们无私地将参展经验 网路行销经验 彼此分享和交流创意 在这个群聚里 根本看不到什么叫做 同行相继 今天你有你自己的领域 你有你自己的专业 相对 别人也是有别人的领域跟专业 其实彼此只要 愿意拿出来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力量 不会是只有一加一对二 一开始第一年第二年 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其实真的还蛮辛苦的 因为要资源没资源 然后要去哪里 假如说我需要更多的帮忙 都不晓得 当有群聚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家互相会去做交流 拿到资源快 再相对的 你获得成功几率就提高了 因为他们本来在老一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强的一个行销方式 跟那个强大的一个后盾 然后如果像我这种 是自己初创的话 如果能有他们成为伙伴的话 最后力量会更大 群聚的建立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发挥 串起彼此的资源和热情 就是产品不断进步和成长的动力 就能在网络世界里 创造更亮眼的成绩 就能在网络世界里面的成绩 感谢观看